Hello 北基道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時間表 什麼那麼重要的時間表 當然是旅行時間表 觀光時間表 而我們香港人也好 亞洲的其他粉絲都喜歡的 就是去日本看櫻花 2023年日本想櫻花的時間表出來了 東京就是3月22日已經開花 附有各地明星看櫻花的地方介紹 北基道第一時間是否同意和大家分享一下 準備去日本想櫻 準備好沒有 日本現在就開花了 日本氣象預計 珠色會社預計會在1月11日公佈 2023年第一回的櫻花開放的預測地圖 其中大阪預計是3月28日 東京是3月22日 對於疫情後有意前往日本想櫻的民眾來說 可以提早規劃 好了 還不重要 當然是重要 北基道一向都對大家不信 給大家看一看 時間表是要從南回到北 很重要 看看時間表 這個就是日本現在出了的地圖 他講就是要從南一路移省去北 根據他的天氣去配合體櫻花 所以大家就會很清楚 今年出了預計的地圖是會不斷更新的 今年首先公佈的地點就是南端的福江 預計開花的時間是3月23日 大阪是3月28日 明古是3月25日 東京是3月22日 先台就預測為4月8日 喂 這樣大家就有時間去比較你自己的 schedule 哪段時間去日本 是配合得到 究竟你去哪裡就去哪裡看 日本櫻花通常看的方法是由南逐漸往北開花 而且開花後一周的時間會迎來滿開 即是開了 好了 花反的情況是最美的 但是開滿了幾天之後就會逐漸凋落 但是進入一個叫吹雪期 因為有白色有粉紅色整地都是 但是實際上開花仍然會受天氣影響 雨水和不同的自然因素 所以要極度留意 這個就是個情況 開花的時間 大家就知道 要看看那些美圖 首先 冰庫縣這個 值得大家一定要去看 是不是很帥氣呢 這個就呈現白色的花 但是在遠看 所以呢 冰庫縣裡面 另外有一句 就叫井之頭公園 嘩 漂亮到 真是眼睛都不認得 有了湖景 有一點點淡紅色 也有一點點白色 好了 日本的民眾最多去申宿御元 御呢 這個 皇上的意思 就是屋縣的縣 觀賞櫻花 這是日本東京 古色古香的 很帥氣的 好了 日本的民眾也會喜歡去新宿這個地方 沒辦法 真是漂亮就漂亮 沒辦法 剛剛才看 還有一家大小 穿到整整齊齊 漂亮 這個新宿這個公園 真是帶同小朋友一起去櫻花玩一天 對嗎 所以 日本人就是這樣的情況 看看 喂 真的好像去了仙境那樣 漂亮嗎 當然可以 對嗎 好了 給大家看看遠景 喂 真的有小橋流水 好了 大家一定會清楚 還有 民眾在上野公園那個櫻花 很多人之餘 就會看到白色色在你的頭頂上 可以嗎 當然可以 所以 再看 青森縣 弘前市 弘前公園 也是著名的 你看看的情況 什麼顏色都有 對呀 還會慢慢看到對面的富士山 對呀 好了 近一點 每年都會在這個 舉辦這個 大家穿完和服去拍照 這個就是日本的傳統 好了 繼續給大家看一張漂亮的照片 每年各處都有 這個就是櫻花的近圖 行不行 行不行 看到了嗎 好了 喂 滿了整個天空 有一棵裡面 有白有紅有性 哇 整個叫花海 是 是啊 花海之餘 還有一幅 要給大家看看 簡直是 喂 靚到沒有朋友 怎麼會靚到沒有朋友 這個就是吹雪之後的情況 你給大家看看 哇 整個地上 全部都是粉紅色 這個就是吹雪 很厲害 今次換句話說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 他們保護自然生態不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上 3月這個期 有整個月的期間 有7天 每一個地方 所以你怎麼都會看得到 希望大家今年 在這個日本 可以欣賞到美麗的 影花盛放 謝謝各位